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在健身的领域 不一样的颜色代表着不一样的弹力还有拉力 增加动作之间的阻力 提升这个基础代谢率 还可以带来神奇的瘦身效果 我个人呢就会比较喜欢粗一点的这一个 然后它的质量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比较好的 如果是细小的话呢 它就很容易在做运动的时候折叠了 带立带不仅方便回带 而且除了能增加肌肉比例 加速代谢 调整不良的知识 而且因为它是符合这个人体工学不业念受伤 在做运动的时候有助减轻关节的负担 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主力的训练所产生的工具 只需要在平常的训练 就是例如抬腿 伸针 平板等 动作上加上主力带 就能透过外来的主力去加强训练的效果 那么今天我就会用这个弹力带 去跟大家分享几个臀部的练习 那么事不宜迟 现在立刻开始吧 第一个动作是弹力带桥臀外展 将弹力带绑在膝盖的附近 躺在瑜伽垫上 双臂紧贴的地面 双腿弯曲 微微的分开 脚后跟着地 然后发力时抬起臀部 跟大腿还有你们的躯感是平行的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左腿弹力带棒式 那么我们侧卧在瑜伽垫上 弹力带套在膝上方 两腿并拢 在盆骨不发生任何旋转的情况下 臀部发力使左腿展开膝盖到最大的角度 然后保持一秒放下 如果你们刚刚做完左边你们现在可以换一边 那么你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们会感觉到臀中肌会有一点酸胀感 记得你们的骨盘不要旋转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弹力带的拉力实在太大的话 你们可以减小这个弹力带的拉力 保持盆骨稳定 接下来的动作是跪肢左侧弹力带后踢腿 那么双手撑地浮握在瑜伽垫上 右膝着地 左膝弯曲离地 左腿尽量向后上方伸展直到伸直 踢腿的同时收复 想象一下身边后面有一个人 用腿一把人蹬出去 如果刚刚你们做的是左边的话 现在换右边来做 那么记得你们的腰背要直 不要踏腰 向后踢腿的时候 骨盆不要出现转动 全个动作是保持捧股稳定的 不行 不肯定是转换腿的 我们先给你保持掉 左脚洞 在裤子评论 下面的动作是弹粒带绑吸深钻 那么双腿分开将弹粒带绑于双腿膝盖附近 双臂前平掌心相对 下蹲的时候膝盖外张 蹲到大腿平行的时候就可以站挺 上半身尽可能挺直 下蹲的时候臀部稍稍向后座 下蹲的时候因为膝关节跟大腻带有对抗 那么臀部的外侧会有一点收缩感 站起来的时候臀部主动收缩 找到臀部的收缩感 最后一个动作 弹粒带绑吸蟹步走 那么我们双腿分开 屈膝微微俯伸 腰背保持平直 将弹粒带绑于双腿膝盖附近 双手可以十字紧扣 双腿交替的向左右两侧迈步行走 部腹不宜太大 要感受臀部外侧的发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我们终于完成了第一组了 那现在可以看一会电视 休息一分钟 可以再来一组哦 休息一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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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need to clear my head when it hurts like this we climb the greatest heights jump down and have a fight and that's how we'll ever like but that can never change my mind when it's good it's amazing when it's bad it's uneasy i wouldn't have it another way there's no walk away when it hurts like this when it hurts like this we can't wait it's sweet and death when it hurts like this it's like peat i mean it's amaz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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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